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年会 首次回到总部纽约举行 近年来因为宗教引起的战争频传 也成为这次重要的讨论话题 在周边论坛中 慈悸志工就把慈悸的人间佛教理念 和其他宗教组织交流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第65届 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年会 因应近年来因宗教而引起的战争频传 在年会中特别强调宗教大熔炉的概念 希望能够实现不同宗教之间的互助 在这场信仰的进步价值 促进人权的周边论坛中 慈悸志工曾慈会 代表佛教慈悸基金会 在论坛中将慈悸的人间佛教理念 和其他宗教组织交流 现在有很多来自于中南美洲的难民 我们看到小孩子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一年行事 我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小孩子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爱的连串里面 我们就有佛教徒提供安生的一个工具 基督教徒提供他们临时的收容所 回教徒提供他们教育的一个模式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打破宗教种族环节 大家一起来照顾这个小孩子的身心灵 而同时参与这场论坛的 还有伊斯兰教组织和日本佛教组织 以及一神普教派 我们在论坛中以世界和平为最终依规 提出更多走入人群 强调入世精神的新观念 大爱新闻爱贝尔周四月 纽约报导